聽你的分析,股市有機會年底見頂 他們說你會不會建議部署一些債券的ETF呢? 如果你說債券ETF,其實如果大家買債券ETF 通常是買長債的 比較長的美國公債ETF就是TLT TLT 我想都可以的,一點點 不過坦白說已經升了一段 你說現在買少許都可以的 如果TLT大概是148至149這個範圍 都可以做少許的 現在輕微就高了一點點 可能快到150 你說這個範圍買少許 輕微,給儲存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說 說的 即叫做博士很恐慌 錢又衝進去買債 那種的話 現在就不是太是時候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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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